今年最大的得著就是夢想成真 其次就是自己經常在香港和澳門兩頭走的關係之下 令身體很疲勞 要怎樣學會去處理自己身體的狀況很重要 我知道要去踢職業足球 要爭一個正選甚至要出場其實都不容易 所以自己過去香港踢球 所以自己無論如何辛苦都頂住 因為可能現在這個年代 可能澳門只有我這個年輕人出去闖 有多大壓力 因為可能你踢一場 球好定壞 可能澳門很多人看你 其實這個有壓力但亦都會成為動力 可能有幾場比賽和入球都是擦身而過 但是我當知道這個目標越來越近 我就可以快去成功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不要心急 慢慢來等待每一次機會 來年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繼續在香港踢球 先 無論踢哪裏都好 希望可以用一個澳門型的身份 去踏足香港的事業 當然 在 你 很